季总 我说的就是你有良心有底线 那个狗作者才是个没良心的人 我 他怎么对你啊 他怎么对 因为他 我可能无法转正失去工作 他还拒绝送上门的钱 不对 他才不是狗 狗才不会拒绝送上门的骨头 不 目前已知剧情只剩下事情了 也不知道事情结果是什么 按照狗作者的习惯 一定有大事发生 如果暂时回不去 必须有所准备 得想办法留在西宁身边 负责片长默契 如果暂时回不去 那就只有盯着宋颜奇 不让他修改剧情 你开了这么久的车 辛不辛苦 要不我来开 你说哪有员工坐车 老板开车的道理 对吧 你 嗯 我还想多活一段时间 我的车技有这么烂 不可能 上次我开车 不害平安把你送回公司了 相信我 我不信 行吗 你可累不累 我开这么久的车 要不我们歇一下 你要干什么 我这不关心你开车辛苦吗 无事献殷勤 非奸即盗 你是不是要去找叶熙宁 不可能 季总 我发现你拒绝人的样子 像鸡的一个狗坐车 狗坐车 我说的不是你 是另外一个人 你怎么会是狗呢 你比他好一千倍一万倍 那你说说 我比他好在哪儿 好 好 好在 为了你好 你最好现在立刻松开我 否则别说生持加薪 我立马让你走 好在 大疼 其他话是指你吗 不是我也没关系的 只要不是细尼 我喜不喜欢他关你什么事 刚才的话 我就当没听过 还有 还有 有良心有底线 那我就没良心 没底线了 不是 季总 我说的就是你有良心有底线 那个狗坐车 才是个没良心的人 我 他怎么对你啊 他怎么对 因为他 我可能无法转正失去工作 他还拒绝送上门的钱 不对 他才不是狗 狗才不会拒绝送上门的骨头 好 那如果 下次你遇到他的时候 你会做什么 我 我 我拆吃入腹 不吐骨头 狗才不吐骨头 季总 我刚才说的都是那个谁 而且 你肯定会跟他一样对吧 你都答应了 不会掺和别人的感情 你肯定说到做到对吧 我什么时候说过 我怎么不记得 季总 你不能出尔巴尔 谁还告诉我 男人每个月 也有阴晴不定的事吗 我拆了 我发现你们每次出去之后回来 状态都不一样 是吧 你怎么了 我真体会到了 男人真有大义副 你不会又把季总给得罪了吧 我一路上都在夸他 我嘴皮的抹起泡了 他 一副痛情的样子 我 对形容 我 我 实际 你怎么说 我 陀佛 我拆吃入腹 不吐骨头 算了 以后再说吧 季总 子佛和熙宁的面试时间重合了 这熙宁一个人去我也不放心 所以你要不要找一个其他同事陪他去啊 季总 我觉得我可以上任这位工作 对啊 小季可以去 不行 为什么 你先去忙 忙 你连总裁助理都做不好 你觉得你能胜任这个吗 丁总 我觉得你在强词做理 总裁助理跟艺人助理一样吗 都是助理 不是吗 对对对 你是老板 你说的都对 如果你想去 也不是不可以 你算是 你的意思是 我只要做好你的助理 我就能去 有什么工作安排吗 没有 哎 这种小事 怎么能你亲自去 我来 好 季总 你看 热水 茶水 还有各种茶味饮料 你看看挑哪个 还有什么 这怎么你亲自看呢 我帮你看 你想看啊 好 拿着 大家手上没看完的剧本 都给他 下班之前 看完并给我完整的评估报告 季总 我们一个人好几个剧本呢 全给啊 当然 季总 你这是 看你给的报告 我在考虑 这是找全的女朋友 还是提神助力 你可以选择不错 写我可以 你说的 大家都来吧 来 大家请吧 大家请吧 真是个小可怜啊 我 我下班之前 一定把评估报告交给你 好 我等着 好 我莫名觉得被内卷了 剧本评估 这么快 那老人 我从小看小说 别的方面 没有一目十行的本领 看剧本 绰绰有余 错别字 这不时间仓促吗 下次一定不会 下次 下